第六场赛事是四班千二米 另外一组的场合 大热门马一面倒的热门 这场有美丽掌声1.9倍开飞 去到开跑的时候只剩1.5倍 对手方面 潘顿这场其实是占逊龙驱 有点过关飞 8.2倍落到5.6倍 不过之后回突了 回到上去9.4倍 奥油之星 尼美加一段做绿灯 由11倍落到8.8倍 热血斗士都做绿灯 17倍落到11倍 第六场三天尾关 四班千二米的另一组 一起步的时候出得很齐 前面快点外档的外天门出得很快 龙凤城墙跟着他出来 内档那边有奥油之星 中间有马马抢 有大门的美丽掌声 起步慢了 再抢上去 接着还有占逊龙驱 然后清新动力很精神 外档埋根尼钻式飞龙 然后还有热血斗士 在美国几匹马 已经退了小岛移程 以及一路骑着 识多福 护金不够快 鲍美暂时是卡比兽初出马 入马的时候 大门的美丽掌声 霸花又懒的呆头 接着他是爱天本 协蓝第三奥油之星 然后龙凤城墙转式飞龙 走出外蝶很难控制 接着还有占逊龙驱 埋南那边很精神 外蝶还有清新动力的浅蓝衫 然后热血斗士 凌多福 小岛移程尾矣 鲍美仍是卡比兽 进入后直楼的时候 前面还是美丽掌声 控制着前面的局 虽然放得很快 但是这里还能维持到一个竞勢 追上来的马 爱天本就不多了 反而龙凤城墙有点进展 内洞 冬楼之星出现 但打下去是否重磅 反应也是一样 外当盖上来 还有清新动力 在100米的时候 前面的美丽掌声 还控制着大国 龙凤城墙转 追上去后面上来清新动力 但是前面的美丽掌声 顶着这部 大门赢马 第一名是美丽掌声 第二名是龙凤城墙 第三名清新动力 第四名是外天本还要顶着 八成狀态倒 所以回到来都不是压着赢 都要骑着才紧紧赢 还有很多进步空间 这匹马 那些刺客这些梯队来 要出啦 迫到没气头 还等 都曾经三个月停 三月停过功夫 所以等了那么久才上 上次跑平米杯 跑第四 那时又没有很够 都看到这一马有些质素 那组不容易顶 那组 几里红星那组 是不是短途 看它其实有些均 是短途 但可能它所说的短 就是上回1400 1600那种 其实1400都是属于短途 Long Sprint 都是属于短途 十几元被人追到 一个马位以内 有点害怕 这个阶段还是跑质 不跑太 我想它都是八成马 左右 但就质高 变成这些马 你想它这场 一面倒赢了 下场 如果再跑千二 要想想 要小心点 虽然贏 你说今场 就不太值十五六元 它都有一些 挺好的形势 起步 虽然那里 啪啪啪啪 但它狠奇 内侧奥游之星 又说 这个关键 他本身也有足够速度 奥游之星 可能是越放越开心 那些马 他赢千二一场 他放在前面 越走 他很快捕捉 他回来就顶到 但今次他不够快 放不了 放不了就不太行 放不了他就转弱 不过同速你不会过到马 他一直保持在那位置 爱天满都跑不赢 回来叮当码头 还买书牌 看第四名张照 爱天满 卖变 才是一只奥游之星 分裂时间 头段23秒7 第22秒67 末段23秒42 总时间1分09秒79 马房最重要有这些马 这些摆明 我想都坐着有十多二十分以上在手 八成九 三班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去到Feed的时候 这些马一定不是这个班子 不用害怕 他这场现在 不害怕 赢半个马位 应该还未升班 什么重磅 应该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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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看看 就是说这个 差冠军形势 今天就 赛瀚一场 大摩也是一场 大摩也是一场 变化就不大 变化就不大 罗虎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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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变化大摩 和罗虎传的头马数字 应该一样 但罗虎传的第二名 还是多些 说回这一场 顺风顺水 大二门赢了 另外有飞的马 这一场马 占信龙 潘顿说 马在直路很快 骑下 他觉得已经失去步运 他担心 马可能是被其他马匹 踢中 所以他不断收慢坐骑 回来厌 没有明显异常之处 但是就要通过 这一个手衣检验 才可以再跑 虽然跑过第三个马 质素 我认为挺有限 很小的 比较矮身 小的 一千磅上下 被人挨挨挨 他就害怕 另外 隔离档位 那只热血鬥士又怎样 其实都逼逼劫劫劫 都可以追踪 差不多 埋到终点 不能够 对他仍然可以怀着热血 我预记一下 比瓦路第二转都不可以 第三转 第三转 第四转就很多 这些比瓦路 抓住他